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eBay师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eBay师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本节目由抖音短视频APP战略合作播出 上抖音看视频保卫爱情有秘籍 去抖音拍摄分享你的爱情故事 带话题我要保卫爱 并at爱情保卫站抖音官方账号 你的视频就有机会出现在节目中 由土利老师点评指导 下载抖音APP去分享你的爱吧 亲爱的观众朋友 2019第七届天津荣媒体粉丝狂欢节 将于7月26号到28号 在天津梅江国际会展中心与您相约 到时候我们将和您做零距离的现场互动 荣媒距离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粉丝狂欢节等着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大维码 下载情保卫站的官微 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 来看一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 他们是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沙娜老师 欢迎 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华一嘉信的高级副总裁 曲伟老师 欢迎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严品红老师 欢迎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雷老师 欢迎 来吧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分享四位老师的人生智慧 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结婚三十多年了 一直感情很好 最近一两年我发现他脾气越来越大 我们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多了 我们总是因为小事在吵架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他现在对我关的越来越多 总是斤斤计较 让我很不舒服 总是语气稍微重一点 他却因为我总在和他发脾气 他现在总是因为小事和我闹情绪 平时洗衣做饭都跟我炒半天 做什么事情从来不跟我商量 一点也不考虑我的意见 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我觉得现在在家里 他总是因为小事和我斤斤计较 两人从来没有好好沟通过 导致现在都不知道和他说什么好 他平时很要面子 花钱总是大手大脚的 随分子有时候比工资都赌 我和他说过很多次了 他也不听我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平时单位我们都天天见面 人家给我发请提 我不去也不好意思 而且随分子其实花不了多少钱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总在和我发脾气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刘先生56岁来自吉林公司职员 有请刘先生有请 李女士56岁来自吉林个体 有请李女士有请 欢迎老妹 今天是大姐要来的是吧 对 是我要来 来干啥呀 那个外人 她现在脾气就跟以前比 差多了 我们结婚三十来年了 就是 那个原先呢 她脾气那个特别的好 啥事都听我的 是是是 这两年呢 她就变了 为啥呢 好像更年期了吧 哦 更年期了 所以说变得那个非常暴躁 总跟我吵架 我俩现在也无法沟通了 哦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我说话声音就动得大点 来我们这儿可以脾气大一点 嗓门可以大一点 回家嗓门低 现在脾气可以大 够八度 够八度 回家低八度 你说 我对她多好了 对她可好了 咋对我好了 她退休以后吧 回家 她要上门 我说你别上门了 你给她好好休 退休退休 我给她休息嘛 是不是 对 你唱歌跳舞啥都挺好 她就 都支持 对啊 她说出去打工 身体不好 给她休息休息吧 退休了 出去打工去 对不对 打了两年工 住了两三回院 打了两年工 住了两三回院 对 你前头就交给医院了 这也没想 您出去打什么工啊 那前我就是刚退休嘛 情绪啊身体啊 觉得还行 完了呢 我就出去打工去了 那您干嘛呀 我得超市那个当理会员 哎呦 还挺辛苦 是累病的吗 对 累病的 上班吧 还得搭一个 上一个搭一个 早上去上超市上班了 我骑车给她送上去 晚上呢 下班呢 您在接 我得接 先做完饭 晚上到超市接回来 这可以啊这老公 可以啥呀 他做饭 一边做饭 他一边给我操 你说咋操 你说 我给你做饭 哎 老公啊 别忘了放那个调料 放葱啊 蒜了 姜了 我说我都切好了 都放在饭 你不能操心 嗯 你想要炒不好 你来炒了 对不对 你老公给你做的 我做好 你就吃完事了 哎就是 对不对 我一说话说 人家给我怎么哼咋呀 说那么大 那么大咋 他老说我跟您提 脾气是大了吗 他知道别过去 我 嗓门是大的 是嗓门大了 还是有别的 比如说 过去是嗓门大 现在可能吵吵架 就摔门而去 这种情况有没有啊 经常有 啊 经常有 经常摔门而去啊 嗯 不会吧 他现在就是脾气吧 可暴躁了 就是跟以前比的不一样了 我摔门出身大 他说两人了 他说 开始什么 判若两人了 哎呀 我听成了 开始咬人了 没有 判若两人了 判若两人了 哎呀 我这也更年期了啊 耳朵不好了 我摔门出去呢 相互都消而火了 等晚上九十眼钟 回来睡觉 好 您的意思是 摔门出去冷处理 是吧 对啊 晚上还回来 对啊 这在家里脾气大了 出去呢 出去脾气大不大 出去他脾气也大呀 每次我们上商场 我给他买鞋 在家都商量好了 我说那个就买啥鞋 你就认了就得了哈 你就一切都听我的呗 说行行行行行 到了商场以后 突然间他就不想买了 我说在家都说好了 完了那个 你到这家就不买了 妈我俩就干起来了 这有啥好干的 给你省钱了呀 不是啊 他平常他老超着 我这鞋坏了 你也不给我买 他嫌我给他买的鞋便宜 完了呢 他还不敢说 所以说呢 他就不想买了 不想买我就特别来气啊 他这心理活动 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你明明知道 他这想 那你给他少买的贵点嘛 我买鞋我挺高兴啊 到那个结果店 结果店鞋 不行啊 我长了 我脱步了 我都穿脚的舒服了 再换一家 再看一双不得了吗 我一来气 我又不是跟他吵鞋 哥哥多掉面子啊 赶快走吧 我自己去买鞋 买了吗 自己买了吗 舒服吗 挺好 他也没跟我商量 买双鞋有什么商量的 这么大人自己做主买双鞋不行 鞋太贵了 我自己买鞋 我才买一二百块钱的鞋 他买五六百块钱的鞋 买呗 所以我觉得心疼嘛 所以说这是脾气大 对吧 赶自己个耳花钱了 对 那你们这退休之后 会出去玩什么的吗 老两口 一说出去玩去 那个我更来气了 没到五一前 他跟我说 上那个丹东去看 那个牡丹节 好啊 非常好啊 完了说的都可好了 那个咱们一起去 我亲朋好友都告诉了 我嘚瑟啊 我都告诉他们了 完了等到跟前的时候 他说那个咱们不能去了 我说为啥呀 你看五一你去 这人山人海的 咱们竟看人了 去看啥去呀 对 等到那个 那个人少的时候咱再去 我说那前那个牡丹节 都已经没了呀 那牡丹都已经谢了 对对对 咱看啥去呀 你咋答应人家就不去呢 原来我确实想去 我在去之前呢 我给我那个朋友 当中有朋友啊 他说大哥你来干 你干那么多的 你光看吃喝饮了 你花那根本没看得到啥 那你咋提前就跟大姐 就说了要去看呢 出耳反耳 出耳反耳 你看又给定罪了 说了不算了 这除此之外 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今天把苦水都倒完 就拿我们装修吧 我们一开始吧 找一个很大的根子 挺出名的 那个保质保亮 还有那个售后服务 这不挺好吗 完了那个价钱呢 还真不太贵 然后我就跟他说 他也同意了 我就去签合同去了 合同也签了 是定金也交完了 就等了那个装修了 没过几天 他跟我说了 咱不用那个装修公司了 我已经又签一个 我说你签一个啥事的 他跟那个我们邻居 好几家签一个 个人的一个小公司 团购 一堆人签嘛 便宜啊 然后呢 可能是各种那个优惠 那一个人公司 你肯定这么说呀 好嘞 这么好 那么好的 然后我说这边 都已经签完了 那咋办呢 咋办呢 我说定 你这不属于违约吗 我那个抵押金还在那 是不是 不行 我也见不过他呀 我俩不干去 又吵起来了 我说这咋整啊 我说那你去吧 他还不去 后来这事咋解决了 咋解决 我去了 我把这个大公司 我去退去了 将一赔礼道歉 这那个点头哈腰的呀 后来就就用这小公司了嘛 那装的满意吗 刚开始装的时候 我倒是挺满意的 一年半以后 丑挺好 丑挺好 那个一年半以后 卫生间的吊房 吊一半 厨房的那个橱柜啊 那门和那个 那不都带胶的吗 熏的开了 地角线 吊了开了 省那几千块钱 损失不更大吗 就为了省了几千块钱 所以说这个事吧 我最生气 因为装修是大事 我真的非常非常生气 我也不知道他那个指南 对不对 几家和在一起 比他便宜点 太便宜了吗 你买鞋的时候 怎么买贵的呀 装修的时候 怎么买便宜的呀 还有一件事 他特别要面子 就是我们院里吧 都是他们单位的 家属啥的都是 每家不论有什么事情 什么那个结婚啦 生小孩啦 孩子升学啦 他一个都不落 就送份子呗 送份子 随份子 一个都不落 有时候他一个月工资 都搭进去了 这都影响我们生活质量了 有的吧 要是特别熟悉的 好朋友啊 熟悉的那你参加 有的界面 可能那个连话都不符 就知道是一个单位的 那你也参加 对 就特别要面子 就是有时候想跟打招呼 说孩子 我姑娘儿子结婚了 你去跟随个礼 孩子升学了 随个礼 能不去吗 抹不开啊 抹不开 我因为抹不开 我孩子明天生日 您来点份子钱 去吧 真来啊 哎呦 我还真僵这儿了 就这么个脾气啊 以前也这样吗 原来还没这么多 那您分析他这个行为的背后是什么呀 就死要面子活受罪呗 再说确实也影响生活质量 你说他月工资都拿不回来 我说你也不能说 所有的人你都去啊 这么听起来好像是 不是为了送份子钱啊 我怎么听这意思就是 你说东他就非要去西呢 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 他现在不听我的了 原来挺听的 听还是听 你能说不听人 行 我就想要老公性情大变 是这个意思吧 对 要给他收拾回来 是这个意思吧 对 让老师增加 他就说他发脾气 我说我没发脾气 你们听老师的吧 咱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说真的一上来这个 李女士就说您脾气大什么的 我说实话 我真没看出来他哪儿脾气大 我觉得他不仅不是脾气大 他连大气都不敢喘 不是 他在家 不是啊 老厉害的 是吧 老厉害的 来我们这儿又害怕了 对对对 但其实就我 从你们的二位的对话的 这个感觉当中就能感受到 家里面的主权 非常的鲜明 就一定是您 一定是您掌控着主权和大权 对 他一定是一个随从者的身份 对 其实你在意的不是说 他是否高不高八度 如果他不挑战您的主权 他平时说话高八度 你压根可能都不理他 觉得他发起点情绪就过去了 但是他开始挑战你的主权了 开始不听你的管了 你订了这家装修公司 自己偷摸地换了一家 所以这就是您心里不平衡了 但其实生活没有一成不变的呀 这不就是真实的婚姻内容吗 因为已经都过到现在这样了 稍微释放一点主权 因为他也退休了 那不就是跟你共同来分担一些 家里面这些事吗 在家里面 就是他的现在唯一的世界和天地了 再做不了主 什么都说了不算的话 他自己觉得生活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特别真实的 退休后的婚姻生活状态 就是彼此相互支撑着 然后相互理解 一去更年期就得了 对吧 好 祝福二位 谢谢 其实我觉得老公的变化是一个好的现象 如果说之前他一直忙于工作 疏于管理这个家里的事情的话 其实您或多或少 在您操作完这个家之后 您觉得有一些失落 这个家又不只是我一个人的 为什么你没有一份子 所以呢 在退休之后 当所有的这个模式发生了变化之后 其实您还在习惯以前的一个驱动力 一个惯性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 老公其实是一个好心 想介入到这个家庭 想帮你 比如说 在你退休的时候 他希望说 你留在家里 你不要去那么辛苦的去工作了 你不停 因为你已经习惯于说 以前就是我说了算 而在工作当中呢 又是老公上下班的接送 对吧 其实你应该是接受这种改变 而是非常积极的巡航 还有一个呢 装修这件事 如果说没错 结果是说 大公司是质量好 对不对 但你有没有想到 他自己默默地去 也去做 努力了寻价 跟别人沟通 然后最终呢 很欣喜地发现 居然比你拿得便宜 有没有像小孩是来请工 并且说 你看我这做的应对的 但类似的事 可能以前 他根本就不屑地去做 费力不谈好 但他想参与 想帮你 虽然好像是帮了倒门 但是精神可嘉 他主动说 我们去哪哪玩去吧 对不对 非常积极的信号 所以我觉得 这种好的信息 你一定要捕捉到 并且支持 多一些在家务上的 互相的沟通以及争执 因为这样他才能体会出 过去的几十年 多不容易啊 好不好 都从这个角度 去想问题的话 你的老公的变化 是值得崇赞的 就这样 杨老师 我说一下我的感觉啊 就是两位都是五十六岁 对吧 其实我看到两位 我觉得先生 乐呵乐呵 买了双挺贵的鞋 我觉得女士 您要是真的啊 咱从大面去着想 应该为她高兴 咱都节俭了一辈子了 养儿与女 可算花回钱 我支持你 买双自己喜欢的鞋 能咋的呀 所以我们年轻人 谈恋爱 谈婚姻 真的谈的是细节 细节决定成败 即便我们有共同的 生活观价值观 但是在年轻的时候 细节磨不好 生活习惯磨合不好 那真有可能离婚 但是我们到了老 千万别再跟细节较劲 我们要抓重点 这个年龄重点是什么 那真的是好好 爱好自己的身体 好好爱好自己的老伴 我们相互搀扶着 健康的快乐地往前走 如果再盯着那个细节 对吧 是不是装修她 找了那个公司 还是说 我这边是不是脾气 摔了个门 再盯着细节 谁的日子都过不好 固然呢 先生 刚才两位老师也分析了 由于退休之后 大家的角色发生了变化 社会角色的这个 担子小了很多 家庭角色越来越重 所以参与度会越来越多 摩擦也会越来越多 但是实际上 在这个年龄段 真的是放细节 抓重点 好好的爱自己 爱老伴 那生活就是高质量 好吗 祝你们幸福健康 谢谢 好 谢谢袁老师 来 附老师 变态正常 如果一个人长久不变 说明他在长久的忍耐 那才是大问题 所以变态正确了 夫妻俩就像一个 装配宫里面的工人 彼此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 一种是师父和徒弟 一种是并级的同事 如果是师父和徒弟 一个教一个学 彼此配合着来 偶尔会闹点小性子 但师父有他的宽容大度 也希望徒弟 清除越来而胜越来 如果是并级的同事 一开始或许会有矛盾 到后来就会逐渐地 如火纯青 但是 在生活当中 每个人都会有变化 比如说事业上受到打击 比如说工种变了 退休了 那么他的状态又得改变 也就是说 你们在这个装配厂里面 你们的工作内容 当发生改变和变化的时候 彼此的工作能力 也会从零开始 但是夫妻之间 最重要的一点 不就是心不变 你看他的体力会变 他的眼神会变 他的承受耐力都会变 他的精神稳定状态也会变 但恰恰是这些变 才需要彼此双方的共同陪伴 只要心不变就够了 你要是说 这老头现在心变了 他买那鞋 是不是要穿给别的女人看 那就不行了 所以只要心不变 身体状态 工作状态 都会导致你们之间 配合的变化 年轻的时候你强一点 他弱一点 因为他不在家 年老了之后 他也在家 他变得闹事了一点 你就要变得宽容一点 不就是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如果你看见 你老伴一直没有憋 那说明他憋着 或者说明他在装 而憋着 或者是装 就更容易造成新的变化 适应吧 好吧 谢谢 大半辈子都过来了 剩下那大半辈子 谁都想活出点自己的主张 摩擦难免 不影响感情就好 我们自己掂量吧 我们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六十秒 老婆 提两点吧 好好班日子 做生体健康 心 永远 有你 你有我 足够 谢谢你 通过那个 图雷老师 和 和那个 各位老师 这么说 我心里明白很多了 我相信我们以后会 更加互相爱对方 我会理解你的 起亮灯吧 来 我们看看他们爱的记忆箱里 存放了怎样的记忆 请开箱 来吧 这是什么呀 那是我给他买的 衬衫 本来今天是 想让他穿了的 导演说穿那个 被导演给否了 这个用我们职业话说 有点爬行 就是在屏幕上会闪 所以没法穿 挺好看的 还差一个五六百的裤子 大姐那手 我那裤子八百多的 八百多 大姐背着你买八百多的裤子 谁给你买的 是我姑娘买的 你那放的什么呀 玉座 过程的时候我给他买的 因为他比较喜欢的玉 我过程的时候 那今天送是什么意思 就今天拿出来是什么意思 我这次永远记住 我发脾气嘛 他这相互也让掉 不要再上自来了 我们这儿怎么了 来 我们这儿不是很开心吗 开心的 不是很幸福吗 调解嘛 对不对 行吧 回去吧 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你们 来 请回 请回 请关门 下载抖音APP拍摄 分享你的情感故事 带话题 我要保卫爱 并 at爱情保卫站 抖音官方账号 就有机会获取 土里老师专属爱情解答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一对 如何在相互 请开门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由伊贝斯提供的 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盒 24小时保湿 实时透水嫩 接下来我们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光 各位请见证 谢谢 抱一下吧 谢谢 我给所有体谅啊 我们高达的女人就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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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能去带你再 多心上 好 来来来来来来 礼物送给你们 谢谢 祝你们幸福啊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科贝老师 谢谢谢谢 请回请回 好 今天我们看到了纯真的爱 希望他们保持这份对爱的纯真 幸福地走下去 来了解下一个基本情况 关键请看 我们结婚的时候 她就是个急脾气 爱冲动 但是还能控制住 可是最近她的脾气是越来越大 让我很不舒服 我的脾气确实有点急 但是我也想和她好好的沟通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是好 现在我们两个人总是因为小事吵架 她什么都不肯听我的 觉得我做的事都是不对的 家里的事情平常都在她 我偶尔提个意见又怎么办了 难道这也有错吗 她现在的脾气是越来越大了 还总爱朝我发火 自己做错了也不肯承认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脾气这东西我短时间也改不掉 其实我一直都在努力克制自己 但是她总和我计较 我心里也有点不舒服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裴先生64岁来自吉林个体 有请裴先生有请 赵女士61岁来自吉林个体 有请赵女士有请 您这眼睛是怎么了呀 这就是有点毛病吧 怎么了您先生这眼睛是 有一次上医院去看病吧 完了那个大夫说 或者是因为你的脑血管 有什么毛病了可能要做手术 她说那也就这么地吧 反正它也不影响我的视觉 就是看东西还可以 所以也就这么过来了 你看这细节一看 对老伴还挺关心的对吧 但是她们说今天是您要来的对吗 对的 要来干啥呀 她脾气特别急 以前吧 年轻前你说是都忙于工作 也就忙孩子 就是吵一下也就这么过来了 但是现在呢 因为都退休了 她在家的机会就多了 摩擦系数就增大了 再一个我现在 现在因为有假装性结结 她也就是怕生气 脾气大 反正脾气不小是谁 问问 过去退休之前 家里的事谁管啊 一把人都她管 我也不乐管这行 这是小事吧 不商量行 但是有大事 比如说买房子 我们换了两套房子 第一套房子 当时是元五年吧 拆迁 我们是家住是大东边 她单位是在北边 我就到她单位跟前去买房子吧 完了就是骑着车子 爱一买 春天跑到这个中介 完了再看二手房市场 但是当你买了 你看一个 回来她马上就是挑毛病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她不了解这市场是啥样 05年的时候 这个房价就是 蹭蹭地往上涨 比如说你前一个月去一个价 又过半个月又是一个价 一开始不到一千块钱 后来最后 我们买房子的时候 都已经达到了三千了 后来不是买了吗 后来买了 已经拖了将近快一年了 实际要是两人好好商量 这个房子很快就买得了 去年我们又把这个房子卖了 完了又开始买了一个房子 去年又买房子了 去年买房子怎么样 买房子 发火了 因为这个买房子 这个事我提一年 我就一点点渗透它 它就会平时安逸地过 就是啥事没有 它先安无事它就跑 但是一提到买房子 马上它就得说 不不不买 这房子挺好的 我就这么住着呗 但是因为我有我的想法 你过日子必须得往后想 孩子以后岁数都大了 你要是有病了 你那意思就是说 大哥现在遇事不扛事呗 怕麻烦呗 不就这意思吗 但是买着了 他就高兴了 我领了看起这个房子 他一看还不错 不给你发火了 买完了你是不是得装修啊 装修 你到装修了 又出现问题了吧 啥问题啊 每一到干啥 装修了你得买东西吧 他肯定 你这个玩意不行 他就跟你俩一顿 发脾气 他简直都连拍子都带干啥 不是这装修您发什么脾气 买东西您发什么脾气 买东西吧 这玩意儿 不是说发脾气的事 有些东西 人家现在这个市场 我总考虑 有些东西 好像不实用的东西 人家好了 说买这个 照三千买 到那儿就变五千了 啊 你这能行 也就是说您 当您过问到家里细节的时候 你发现过去那些日子 都不知道他怎么倒筒 你们家的钱了吧 那瞧 我也不太管 对家这些事物 我也忽悦了 行 您现在也别管不就没事了吗 我现在 不是说你不想管 他这事就往你眼前来 行 那前是上门的关系啊 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咱看不着拉倒了 现在在家一天没事 啥都能看着了不起啊 现在我能理解大哥的心情 就过去认为特简单的事 对吧 怎么一参与管理 发现这事特复杂 忍不住那气往上拱 对吧 是吧 对 你也觉得委屈对吧 我这么辛苦 是不是 你还不理解我 我当然委屈了 我多累啊 委屈是 因为他大事他不管 一遇上事他马上就犯愁 听明白了 他不去防身 就为难嘛 是吧 懒嘛 遇上大事大生气 遇上小事那种生气 他就像一个有点像硬石炸弹 随时他就可以爆发 行 姑娘老回家看看吗 也回家 平时心仰如是挺好 但是有的时候 他爸爸性格急啊 你比如说你做饭 我做饭可能是要慢一些吧 他快 回来进厨房 他肯定就 这个儿就开始说你啊 看你还没做好呢 那你一说我 我肯定也生气啊 那我做饭慢 有我的那个道理啊 我一生气 那我姑娘一看 肯定她也不满意 她说你看 那你们能不能不吵架啊 不吵架 再吵架我就不回来了 你看我姑娘报那个大学考试啊 报考那天 我们就在那研究 完了她一看 也来参与 你这个不行 人家都说这个好 那个好 打扰半天 最后孩子自愿就没报好 你就影响到现在的工作 他不听我们的 但他听外边 别人对他说 谁 你看我听了我们邻居 咱们邻居谁谁谁 人他儿子报啥啥 那你不能根据他的那个什么报我 我们孩子学习也挺好的 英语也挺好的 但之后来报的 志愿就不理想 就是他给报的是吧 听起来这大哥在这家里面就是一搅和 什么好事都被他搅了 他这个人呢 心眼善良 没有什么心迹 就是心直口快 是 就是这个性格我不能容认 他好像不是性格问题 按您这说法 你看他不扛事 对 对吧 您办的事他都给搅和 从女儿到 到志愿 到您买房 您知道您在家里的地位是什么了吗 也可以吧 您觉得您在家里排排排老几啊 不能说排老一 也得是老二吧 对 你们家就俩人嘛 他是老一你是老二嘛 不就这意思吗 但是我这个人脾气是相当相当的不好 不好是张伙就着这情况下 在家里头 反正我是不乐意管一些家务事 这是一方面 但是有些事吧 张伙就着吧 这是 我最主要困扰的就是他的脾气 尽量少发火 两个人就是做事 互相商量 互相坐着沟通平心静气地讲话 这不是一辈子都没平心静气讲过话吗 现在怎么老了老了要求他 老了我身体不好了 有病了 怕气 这我就听明白 身体肯定受不了 就是这个模式 因为您自己在到了这个岁数之后 发现自己 有一些问题了 身体有些问题了 对 过去已有的结婚三十多年当中的磨合习惯和方式 您觉得不太合适了 想改这个方式 是这意思吧 对 您承认自己脾气大吗 可以 承认啊 对 想改吗 这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你想从头全改那是不可能的 这事情 不可能的 得说实话 改不了是吧 这轻易改不了 我是基本听明白了怎么回事 但是其中的道理我没搞清楚 各位老师你们来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娟 夏大老师 就是您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是不是 对吧 要看不惯的东西在我眼前 在你眼前 我就是 你就必须得把那火发出来 不发就憋得慌难受 差不多吧 大的事上 我实在过不去的 你发现一下 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 小事能看不见的就看不见了 就从你自身的身体健康去考虑 干嘛没事自己气自己啊 阿姨 我觉得 您吧 非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走 所有的事 必须要按照我的想法去 一步一步的给它实现了 别人的意见 不行 因为只有我的意见是对的 但是你让别人同意你意见的时候 还必须要是兴高采烈 欢天喜地 手舞足蹈的 哎呦你说的真对 你做的真棒 你选的东西都是对的 你选的房子也对 家电也对 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的 咱目的都实现了 跟他生这个气干嘛呀 听听我的体会啊 我跟他们体会的不一样 嗯可以 我觉得呢 这种模式你们已经 其实三十多年都是这样过来了 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步了 因为啊这种模式 你已经吵不动了 身体不好 你觉得咱们得老头 咱们得换一种模式相处了 但是呢 你要改变一种平衡的状态 你不能让一个人去改 其实你也改不了 他一下改过来 不可能 不现实 我们只能慢慢的去调 这种调是怎么样的 第一 不要给太多这件事呢 发生的机会 他不说了吗 哎呀我其实不想管这事 往我眼前涌 我就不吐不快 不吵不行 好 别让他看 第二种方式 有的是他必须要参与 对不对 必须要参与 那就让他从头到尾的都参与 甚至于让他去做 有的时候他就会体会到你的不容易 有的时候他也吵不起来了 对不对 还有切记 我们不能想解决一件问题的时候 又引发了新的问题 也就是说 这种平衡是你们存在了三十几年了 必须让他改的话 新的矛盾出来了 换句话说 您造就了他这种脾气 要改也得先谁改呀 先您改呀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我的解决方式的分别 好 谢谢严老师 我特别同意曲总说的 其实这么多年来 你们相处的方式一直就是这样 就是先生脾气比较爆 那女士呢 其实家里做主 夫妻到这个年龄 真的想要把日子过得舒坦 只能做到咱们中国老话说的 真的是难得糊涂 有些事情就放一放 放松一些 不要太去较真 太去关注 都到了这把年龄了 能有多少什么天大的事啊 这太太爱买什么买什么 这先生爱出去跟人什么玩去玩去 都是小事 只有健康是大事 你们应该关注的是彼此的健康 好不容易可以放松了 您都辛苦操劳一辈子了 还让自己那么累干嘛呀 咱有机会多去玩玩 旅旅游 健身 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其他都是小事 咱就难得糊涂 这日子就能过得好好的 好不好 希望两位都能有 幸福平安健康的晚年生活 祝福你们啊 谢谢 谢谢 是 来 陀老师 不爽的 不是全力的争夺 谁管谁不管 不爽的是自己花了心思 最终还被否定的那种感觉 就打个比方吧 我说明天没事 我说去泡个温泉吧 然后我媳妇就开始找地方 就开始团购 找了一晚上 她跟我说找着了 去这个地方 哎呦 我一看 这不是媳妇想去的地方 我说你怎么瞎找呢 我媳妇二话没说 再找 我又说不行 然后她就开始发飙了 你知道我找这地方找了多长时间吗 我做攻略做了多久吗 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三到四次之后 我开始决定做一个好司机 我既然说一些话会让她不高兴 同时又会让她有挫败感 有一种被否定的感觉 那我就做好一个司机 我就负责开车就行了 我既然没有花这样的心思 没有付出这样的心血 我没有资格去否定别人 三十多年了都人管 管得好不好这家都这么过来 你也活得挺好 孩子也渐渐刚刚长大 那我们就做好一个顺从者的角色嘛 我们有什么资格提要求呢 您说呢 你一直也就没管嘛 那至于你所说 那我也不能不管 我又不是个睁眼瞎 很多事情就在我眼皮子底下发生 我脾气也不好 我肯定脾气比薛尾的脾气差 但我解决的方式就是 我干我喜欢干的事 各自为证嘛 大姐我这样说 算合乎你的心意吗 你是不是最讨厌的就是我花了心思 最后还被你说得一文不止 是 是是吧 是呢我会对大哥的建议就是 很年了我不管 我就当睁眼家 喜欢钓鱼钓鱼 喜欢干嘛干嘛 因为其他的事我不配管 三十多年了 你还想抢班夺权 那倒不是 不是啊 你三十多年 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嘛 你没有资格发脾气 三十多年都是他管的嘛 你就该干你自己该干的事就行了嘛 脾气肯定是改不了的 你说呢 就这样吧 好 谢谢陀老师 在这个岁数这样的身体 你们需要的是互相依靠 争吵到这个岁数难免的 忍着点吧 实在不开心 骂他两句 像年轻时候也一样 接下来的时间 当然就留给大哥和大姐 一起进入抖音真情六十秒 这么起往后吧 这还是改改吧 少改改 这个年岁了反正 你还少争吵吧 好好的养过后半生吧 那是既然你这也是说 那个要改一改脾气 这是 好 时间到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在他们爱的记忆箱当中 藏着怎样爱的记忆吧 请开箱 谢谢各位 我来 请关门 请关门 好了 天势机前的观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玩游戏 也不知道帮我搭把手 都说了多少次了 内衣和袜子要分开了 怎么回事 鞋子又乱脱 都说了要放到鞋柜里的 婚姻不是改变对方 而是适应与成长 适应不是忍耐 而是包容 成长不是刻意改变 而是学会理解和尊重 当你在理解对方的同时 你也要告诉对方 你同样需要被理解 于是双方都做出了调整和改进 并且也增进了彼此的感情 但如果你只是通过谴责和强势的命令去要求对方 结果只可能是激发更多的矛盾 爱情保卫战和我都开通了抖音的账号 大家赶紧去下载抖音短视频APP 来关注我们 还有更多的爱情告白的精彩视频 等你来看 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来吧 大哥来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谢谢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一倍师提供的深海纯浸水嫩保湿套和24小时保湿实时透水嫩 我们来见见这位队相伴了大半辈子夫妻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这么长反正也过一倍了往后这么说 争取脾气还是改一改啥 既然都不说算一倍也差不多了 儿女也大了 外孙那些都上学了 争取还是少生气少发火 身体都不好 脾气要改了 真的我就啥说都没有了 因为最主要就是对他这个脾气不好我很烦 现在脾气既然逐渐的改了 那咱们就以后好好过后半身 先付照顾 有点质量 抱一下抱一下 抱就不用了 全手下去吧 不用了 哎扯手就别下去了扯着 请亮灯吧 为啥抱就不用了呢 老七老夫了嘛 这样就不需要了 老七老夫 来来来 谢谢啊 那边那边 那个大门 谢谢两位啊 哎 谢谢 哎 这婚姻里的事有时候真的 真的让人挺费解的 或者真的挺难说的 我们不可逆我们曾经有过的时光 那就珍惜眼前人和眼前的时光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晶云中央厨房 一倍诗爱情保鲜器 有网友提问说 偶然间翻阅我男朋友的手机 看到了他与别的女人聊微信 语言暧昧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一直对我很好 和他在一起总有一种 被当成了女儿一样爱护的感觉 真的不能相信他是这样的人 我到底该怎么办 也许他真的只是把你当成了女儿 而没把你当成爱人吧 因为爱情一定是有排他性的 因为爱你 他拒绝所有任何的可能性 所以好好想想 你到底是爱人的角色 还是女儿的角色 祝你幸福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前往一倍诗的官方微信 或到一倍诗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本节目由抖音短视频APP 战略合作播出 上抖音看视频 保卫爱情有秘籍 去抖音拍摄分享你的爱情故事 带话题 我要保卫爱 并爱他爱情保卫站 抖音官方账号 你的视频就有机会出现在节目中 由陀余老师点评指导 下载抖音APP 去分享你的爱吧 再一次的谢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